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青年演员 欢迎我们的嘉妮 大家好 爱嘉妮 中国内地女演员 以清新甜美的风格 令人印象深刻 嘉妮是一个看上去特别需要进步的姑娘 她这个吃东西好吃口味比较重的 这个其实会让自己长不胖吧 也没有这个关系呢 她也许吃的比较健康 这比较健康 那这个是刘欣老师最关注的地方 因为她所料理的每一道食材呢 一定是抓住了美味和健康 两点都并存 所以今天你看 哇 鸡翅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喜欢吃鸡翅是吧 好像没有看到谁不喜欢吃鸡翅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家里呢 那个鸡翅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菜 我觉得呢 我们今天这个鸡翅的名字呢 先说一下吧 它叫柠檬蜂蜜鸡 哎呦 厉害了 柠檬酸很健康 然后这个蜂蜜也是很健康 而且也是没负担的 是是是 其实这个鸡翅呢 我们很简单的处理一下 去腌制它一下 我们可以轻轻的开个刀 开个刀 对 就在一边开就可以了 是 因为鸡翅本身也比较薄嘛 对对对 如果我们晚上在睡觉之前 我们把这个鸡翅提前腌制一下 然后放到冰箱里 那这就可以说第二天 我们就可以直接吃了 这样会效果会更好 那今天我们就直接先腌制一下 好吧 好的 所以腌制的过程要用盐 对 腌制我们找一个小盆吧 好的 我们把这个鸡翅先去腌制它一下吧 好吧 我们肯定要放盐 对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个人口味来去掌控 是 如果你喜欢吃口味重一点的 当然我说你喜欢吃个重一点的 是 然后我们就稍微多放一点盐 好吧 然后呢 这里有一些 其实呢 家里呢 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鸡翅去腌 鸡的原汁 当然如果说 你家里喜欢炖鸡翅 然后炖好了鸡翅之后 那个好多的汤 留下来的 留下来的那个 那个是腌鸡翅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明白 这个叫什么云汤什么 原汤腌原汁 好吧 用那个当原汁来腌 会效果更好 然后我们放了点鸡翅之后呢 我们放一些五香粉 五香粉 对 也是提升味道的 这个想象起来就很好吃的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是蜂蜜 我们要放一些料酒在这里 料酒 我们放一些料酒 去腥的 去腥的 一定要有一点去腥的 这个不同的是 我们还要会放一些糖 糖 你先用 这是糖 这是糖 是的 这是糖 好 油 油 油 对 哦 直接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就全加进来了 对 就压进来了 哦 但如果我们腌时间长一点 它那个味道就会 不会出来 明白 如果现在我们这么腌呢 我们大概腌个 十分钟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们就直接放到烤箱里去烤 是 那我们先把它放到冰箱里 稍微腌制一下 然后我们再烤 好的 然后其实这个鸡翅呢 我们要准备酱汁嘛 我们的酱汁一会儿会用柠檬和蜂蜜去做 我们要配一些那个小料 辣椒 配一些小料 我们配一个红的一个绿的 好吧 然后呢 我们一会儿还会配一些香菜去装饰 好 红的和绿的呢 我相信在家大家用这个辣椒 可以选不同的辣椒啊 没必要非要去用这个小的尖椒 很辣的那种 对 你可以使那个粗一点的 黄色的 对 黄色的 各种这样的辣椒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用 但是黄色的一定得讲清楚是这个彩椒中黄色的 对 你不能用成黄灯笼 那还不 千万别使灯笼椒 对 所以灯笼椒那就肯定会太辣了 太辣了 对对 我们我们在家里可以使那个彩色的那个椒 甜的那个椒 对 不要让它那么辣 但是我还是喜欢吃有一点点辣的那个状态 所以我们一会儿呢 还会切一下这个花生米 把这个花生一会儿要裹到那个鸡翅上 花生裹到鸡翅上一起吃 会有一些效果 这个花生还可以这么写 对 但这个呢 应该加在里面会让口感变得很丰富 对 好 这个我们就准备好 我们准备做酱汁 但是做酱汁之前 我们先把那个鸡翅烤上 好的 那这个烤之前烤箱要预热什么 烤箱是要预热的 烤箱要预热到大概180度 然后有的烤箱可以预热到200度 就看那个烤箱的那个大小 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不建议在这上面涂太多的油 就你看刚才我放很少的油 这样我觉得 因为鸡翅本身它是有一些油出来的 是的 只要呢 我们起到不粘的作用 就好了 因为我们有这个锡纸了 它肯定不会粘了 所以我们就拿它直接 现在就去烤 好 直接烤烤多久 这样 我们要烤15分钟 好的 鸡翅还在烤箱中烤着呢 我们这边开始处理柠檬 对 我们炸点柠檬汁 然后呢 我们做那个柠檬的蜂蜜 最后配这个鸡翅的汁 在我小的时候 从未吃过这个玩意儿 你没吃过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真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对 越长大以后 好像走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我觉得这个还是从西方来的食材嘛 这更多的是 现在我们市场上很丰富了 大家什么都买得到 对 所以才用的柠檬更多一点 对 我拿一个锅过来 好 而且这个柠檬真的是特别健康 柠檬跟蜂蜜搭配 又腌制在冰箱里 对 还能防止感冒 对 我本身味就觉得流口水 对 牙头真好 对 你可以直接吃了 我们不要那个糊 因为那个籽 你要真的煮进去的时候 煮出来以后 发火的 好吧 然后蜂蜜 蜂蜜 比例大概是 比例大概应该是一倍的蜂蜜 两倍的柠檬汁 一比二 一比二 柠檬汁要多一点 我喜欢稍微不是那么甜的 我们现在上火上去了 好的 好 这不要太久 因为柠檬汁熬太久的话 这个柠檬汁的那个味道就没有了 对 所以我们还是稍微有一点粘稠度就可以了 它属于灰飞 灰发 灰化灰灰灰灰灰花 变得粘稠 我们就下来以后也要 有一点芡汁 这样它就会稠得很快了 一倍的蜂蜜 两倍的柠檬汁 然后再加一点点 这个 勾芡的淀粉 然后其实呢 这时候我觉得 我们还要有一点底盐 什么底盐 盐 我们还要放一点点盐 去找那个味道 不能太淡 太淡也不好吃 明白 对 好 我们的鸡翅呢 我觉得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这时候 给它取出来吧 我们现在先点个火 需要取吗 等一下 不急 我们把这个汁慢慢 收一收 收一收 它可以挂上鸡翅 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边火点一下 我们把那个小料 准备一下 好的 好 一点点 不要太多了 好吧 现在我去拿鸡翅了 嗯 我帮你吧 好 温热了之后呢 我们 要加这些小辣椒 小辣椒 我们不要把这个辣椒 切得太麻烦 你就 大一点 大一点 有味道呢 你可以挑教它 不喜欢的 如果你不喜欢吃 我们就可以不放 对 然后我们有这个鸡翅嘛 看鸡翅 哇 都已经好了 太棒了 它没有太多的油 对吧 好 我们就把这个鸡翅 现在放进去 为什么都要离开 那个火啊 因为你现在放火上 就会 那个鸡翅就会焦了 对 对 用余温 好 鸡翅我们放进去 让它接触一下 让它更焦 嗯 所以基本上 我们考过 再这么来煎它一下 嗯 这个 就很快了嘛 你不用在家里 我煎鸡翅 然后没有熟 然后呢 还要去炸 这样我们就是 简易的方法 它马上就金黄色 对 然后我们就把 我们刚才切的那个 花生 花生 我们就放进去 哇 对 好 它就会自动的裹满全身 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酱汁 浇上去 哎呦 天呐 现在我们想象到 这个鸡翅的 脚皮有多么的 啊 多么的香 嗯 大功告成 光火 可以装盘了 装盘 哎 这个鸡翅 从外形物上来看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诱人了 嗯 到底好不好吃 啊 来 谢谢 不客气 哇 这个筷子夹上去的时候 那种感觉有没有 对 非常的好 就有那种蜂蜜的 粘稠的感觉 哎呦 他我原先有担心说会不会太烘 但其实现在闻上来的味道没有那么臭 想象中那么甜蜜的感觉 嗯 因为他这个酱汁已经挥发掉了 你发现了吗 嗯 那个柠檬也不是那么重 他那个外面表皮焦黄的地方 呃 有那个花生米的碎 花生米的碎跟那个蜂蜜又浇在一起 因为从来没有试过这种口感 对 对 这种口感 到最终又被那个柠檬 给他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当中了 嗯 赶快 谈谈你自己对这个鸡翅的感受 我觉得特别好吃 除了好吃之外啊 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就很特别 然后里面还有柠檬的香味 真的 鸡肉的滑嫩啊 加上这个花生的这个酥脆 再加上柠檬的清香和微酸 还有蜂蜜的甜味 这么丰富的一个鸡翅 我们以前经常吃什么可乐鸡翅啊 红烧鸡翅啊 等等等等等等 对不起 这些统统进入第二范畴 今天刘先生师傅带来的这个柠檬蜂蜜鸡翅 排在No.1 不知道电视期间观众 你学会了没有 这么一道鸡翅 相信会让你身边的绝大部分人 都没有品尝过 好了 本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嗯 真的好好吃 好吃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